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哪些人才是需要受到内线交易的这个规范的 那他规范的理由啊 学理到底是怎么样 那另外就是说再从国外相关的一些立法力 譬如像说英美啊 欧盟啊等等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在对内线交易规范上来讲的话 特别是晚近这几年 他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怎么样 跟大家来做介绍 然后最后的话再就我们现行的这些制度啊 再来做个检讨 那我想在讲到那个 他现行的这个规范原理之前 我想我先提出几个问题 让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我们一个公务员 那他知道一个重大未公开的消息 他可能他去从事一些食安的这个检查 然后发现说某一家公司 他的那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部分啊有问题 他本身也持有那家公司的这个股票 那他在发现了之后 他就先赶快把他手上所持有的这个股票先卖掉 那这样子他有没有构成内线交易 那另外就是说 假设是国会议员 立瓦委员 他因为他审法案的关系 知道一个那个未公开的这个消息 那他在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开之前 就去从事有价证券的交易 那有没有受我们证交法的这个规范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骇客 那你利用那种骇客的方式去窃取一家公司 他的一个机密消息 然后去从事交易 那你这种行为有没有过程内线交易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般的窃盗 你潜入那个公司里面去偷东西 结果发现了一家公司 他有那种重大未公开的消息 然后你就去从事交易 利用这个消息去从事交易 那有没有构成内线交易 或者是说你突然间 你听到人家刚好在讲电话 假设你是计程车司机 那你听到人家后面的乘客 刚好在讲电话 那提到他们公司的一个 重大未公开消息 那你在这个 你就赶快去从事交易 那你的这个行为 有没有构成内线交易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国外相关的立法力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规范 那回到这边 我想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各个国家 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有针对内线交易来从事规范 但是就是说 他们规范打击的范围 到底是有多广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大概从各国的立法力来看 大概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切入 一个就是所谓 采取所谓市场论的观点 市场论的观点的话 基本上他认为是说 他是从整个证券市场的一个 健全发展来出发 认为说 所有证券市场里面的参与者 都应该基于一个平等的地位 来取得这个资讯 那你如果你知道这个内线消息的 你去从事 在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开之前 就去从事交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会对这个证券市场的发展 有 健全发展会有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认为是说 所有证券市场里面 知道内线消息的人 都应该受内线交易的这个规范 那相反的就是说 也有些国家从 关系论的这个角度来切入 关系论的话 他比较强调就是说 从公司个体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他认为是说 受内线交易规范的人 基本上只限于跟这个公司之间 具有一个类似像 Fedual Duty 这种义务存在的人 才是有受内线交易的这个规范 那你如果跟公司之间 没有任何类似像 Fedual Duty 这种义务存在的人 就不受我们内线交易的这个规范 那因为他认为是说 你内部人去从事这个 利用重大微公开的消息 去从事交易 基本上来讲话 算是违反 对这个Fedual Duty 的这个违反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从关系论的角度出发 他所规范的这个范围 似乎就比较限缩 那相反的就是说 你采取市场论 他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打击的层面过广的这种情形 这个是 他这两个理论 他在规范上 各有优缺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国他的立法力 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边的话 美国法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在规范上 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那个欧盟 还有英国 他的这个规范原理 事实上来讲的话 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法事实上 他是比较从关系论的 这个角度来切入 但是就是说 在美国对这个 内线交易的规范 事实上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 因为就美国联邦的 这个证券法规 大概主要有两部法典 一部就是1933年的 这个证券法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34年这个 这个证券交易法 那33年的那部法典 主要是针对发行市场 的这个部分来进行规范 那34年的这个部分 主要是针对交易市场 那他在那个34年的 这个证券交易法 第十条V项里面 这一条的话主要是一个那个反诈期条款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文字 我简单的跟他翻译了一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从这边 第十条V项的这个规定来看的话 它是禁止任何人 直接或间接的 利用这个周期通商的方式 还有方法 邮件等等 你来从事一些诈欺行为 那违反了这个SEC 联邦政管会 他所公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规则 那这个联邦政管会 SEC 他在1942年的时候 他依据这个这一项的这个授权 他就公布了所谓Rule 10v5的这个规定 这一项的规定